10月15号曹云金被爆出耍大牌索要五星酒店及房车并被剧组开除 但随后就遭到曹云金方否认并怒指是剧组违约在先 时隔半月后有媒体10月31号公开一份涉事剧组至曹云金的律师函 并透露剧组向曹云金方索赔72万元 从律师函的内容来看剧组并未在对曹云金违约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 而是直接要求其偿还已收到的片酬40万赔偿经济损失32万 共计72万元人民币 同时还要求曹云金对已得到的40万片酬按利率支付利息 另外在律师函最后剧组方特别声明要求曹云金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在影片上映前不得泄露关于该片的任何材料或信息 若有违反剧组将继续保留以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利 而曹云金方15日在采访时不仅否认爆料的真实性 更怒指剧组违约在先 曹云金的经纪人称 曹云金一行人于10月13日前往珠海准备参与爱神剑的拍摄 这是为了配合剧组要求比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天 可当曹云金进组之后 剧组方面并没有按照原本的约定时间进行第二期足额付款 按照合同约定 这应该是在我们进组之前完成支付的 曹云金本人当日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 对于此次经历 曹云金表示 除了艺人我也是男人 是男人就得敢于亮剑 不公平的就得维权 10月14号下午用户你又何必 你又何苦爆料曹云金在电影爱神剑剧组耍大牌 进组第一天急骚解雇 据该爆料用户称曹云金要求至少住五星套房 以GMC的房车为座驾 当剧组无法满足其要求时 他便满大街找宾馆 以不出宫要挟剧组 让全剧组等几个小时 最后曹云金一场戏都没拍 便在片场被当场开除 临走时连司机也表示已停止为其服务 有记者致电该剧制片人 对方果断承认了曹云金耍大牌的传闻 承认爆料内容属实 但以开会为由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媒体又向曹云金经纪人王晶晶进行求证 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答复 王晶晶一口否认了曹云金耍大牌的传闻 并称曹云金的行为皆一合同执行 违约方式爱神剑剧组 王晶晶还表示曹云金及其团队已在起草律师函 将以法律途径处理此事 10月15号曹云金被爆出耍大牌索要五星酒店及房车 并被剧组开除 但随后就遭到曹云金方否认 并怒指是剧组违约在先 时隔半月后有媒体10月31号公开一份涉事剧组 致曹云金的律师函 并透露剧组向曹云金方索赔72万元 从律师函的内容来看 剧组并未在对曹云金违约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 而是直接要求其偿还已收到的篇酬40万 赔偿经济损失32万 共计72万元人民币 同时还要求曹云金对已得到的40万篇酬按利率支付利息 另外在律师函最后 剧组方特别声明要求曹云金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在影片上映前不得泄露 关于该片的任何材料或信息 若有违反 剧组将继续保留以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利 而曹云金方15日在采访时 不仅否认爆料的真实性 更怒指剧组违约在先 曹云金的经纪人称 曹云金一行人于10月13日前往珠海 准备参与爱神剑的拍摄 这是为了配合剧组要求 比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天 可当曹云金进组之后 剧组方面并没有按照原本的约定时间 进行第二期足额付款 按照合同约定 这应该是在我们进组之前完成支付的 曹云金本人当日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 对于此次经历 曹云金表示 除了艺人 我也是男人 是男人就得敢于亮剑 不公平的就得维权 10月14号下午 用户你又何必 你又何苦爆料曹云金在电影 爱神剑剧组耍大牌 进组第一天急骚解雇 据该爆料用户称 曹云金要求至少住五星套房 以GMC的房车为座驾 当剧组无法满足其要求时 他便满大街找宾馆 以不出宫要挟剧组 让全剧组等几个小时 最后曹云金一场戏都没拍 便在拼场被当场开除 林祖师连司机也表示 已停止为其服务 有记者致电该剧制片人 对方果断承认了曹云金耍大牌的传闻 承认爆料内容属实 但以开会为由 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媒体又向曹云金经纪人 王晶晶进行求证 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答复 王晶晶一口否认了曹云金耍大牌的传闻 并称曹云金的行为皆一合同执行 违约方式爱神剑具足 王晶晶还表示 曹云金及其团队已在起草律师函 将以法律途径处理此事